获得一段真挚的友情,有三五之己,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。 只是,人心叵测,很多时候,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人,却无法洞察他的心。 在《东邪西读》中,欧阳峰曾说,任何人都可以狠毒,只要尝试过嫉妒。 其实,在我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中,嫉妒很常见,遭到嫉妒的对象,往往是在某些方面,比别人优秀的人,一个人的家世、才华、容貌、学历、工作、甚至恋爱对象和伴侣,都能成为他被嫉妒的根源。 而喜欢心生嫉妒的人,也不一定都是大奸大恶之流。 而往往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,嫉妒的复杂心理在于,他往往会让一个人生出包含怨对和羞耻的不平衡心理,让怀有他的人感到痛苦和煎熬。 可以说,嫉妒就像一把双刃剑,利用得好了,可以转化为一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。 但如果不加以调整和化解,就会成为伤人伤己的利器。 相信很多人都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,经历过来自身边人的嫉妒,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受伤和难过。 有些人的嫉妒行为表现得很明显,撕破脸皮之后,我们会和对方断交。 可有些熟人,甚至是朋友的嫉妒,却隐藏得比较深。 通常来讲,一个人经常对你做以下四件事,基本就代表他很嫉妒你,朋友也是,请远离。 一,喜欢在你面前秀优越感,处处压你一头。 哲学家罗素说,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,但他肯定会妒忌比自己多讨了几块钱的那个乞丐。 心理学上讲,每个人都有渴望被他人认可和欣赏的需求。 一个人不会去和圈子以外,不认识自己的名人,能人做比较,但会在心里暗暗性地把自己和身边的人做衡量。 如果一个人能脱颖而出,赢得他人的关注和羡慕,心里就会获得满足。 一旦圈子里有个闪闪发光,让自己缺乏存在感的人出现,那么极度的火焰就会被引燃,经常折磨着自己。 为了能找回颜面和尊严,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。 喜欢极度的人就会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,明目张胆地把别人当成竞争对象。 所以,如果有人经常在你面前,以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,向你展示自己的成绩和本事,处处压你一头, 基本可以确定他在极度你,只有通过这种发泄方式,他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,认为他暂时超越了你,凌驾于你之上,而不会让自己黯然失色。 二,喜欢忽视或贬低你的成就。 作家于秋雨说,极度的起点,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。 极度一个人,往往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心理在作祟,对方厌恶你的杰足先登和幸运无比, 同时对自己的处境和条件感到惶恐和受挫。 于是,心怀不满的他们,为了给自己内心以慰藉,会挖空心思地忽视或贬低你的成就。 例如,你工作上比他强,他会一脸不懈地替自己开脱,说他在工作上没花什么心思,不然早就超过你了。 如果你成绩比他好,他也会找出各种理由,表面上维护他脆弱的自尊心,实则缓解他内心的痛苦。 而贬低你的成就和努力,总之,就是当你出色的时候,他会给你泼冷水,变着花样地忽视你的付出和能力。 善良的人们,可能不曾经历人心的险恶,甚至会觉得对方的评价还算中肯,却不知道,他们内心极度你的扭曲样子。 记住,如果身边有人经常这样对你,让你觉得不舒服,请不要自我怀疑,远离他们就是了。 三,喜欢模仿你的样子,学你说话做事。 黑格尔说,极度是平庸的情调对卓越才能的反感。 极度,最折磨人的一点在于,它会让丧失优势的人觉得,凭什么别人可以有,而我却不能有呢? 出于想得到好东西的心理,一个人自然会对拥有他的人产生极度心理。 那些自知不如你的人,已经在角落里,亲眼目睹了你得到好东西后,所受到的优待,或者深刻体会到,它缺乏你所具备的优秀素质。 而蒙受的创伤和损失,他们极度你的荣誉和成就,就会暗自和自己较劲,处处与你对标,从穿着打扮,到言谈举止,从交友恋爱,找工作买房。 对方都会遵循你的生活常态,去改变他自己。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,内心是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的,不会轻易随着身边人而发生变动。 所以,如果有人盲目,频繁地拿你做标杆,学你的说话做事、风格,按你的节奏社交和生活,基本可以确定它在极度你。 4.主动切断联系 我们常会发现这样一个颇有些奇怪的现象,当我们逐渐变得格外优秀时,我们身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。 很多关系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,渐渐从朋友圈中消失了。 就像前些天的一个话题,网友考上了北京大学,他将好消息分享在朋友圈,除了自己的家人,无一人回复。 为什么会这样? 最高赞的回答说,你已站上山巅,山脚的人看不到你看的风景,自然就分享不了你的喜悦和幸福。 同样是爬山,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,看到的风景也不同。 站在山脚下的人,无论多么用力地抬头去看,他们也难以看到顶峰的鲜花绽放。 自然,当其他人在分享他们的喜悦时,他们感受到的只有彼此间太过遥远的距离。 他们承认他人很优秀,但极度心使然,他们最终选择的就是眼不见心不凡,用不见换回清静。 其实,他们这么做,还是因为他们的格局不够大,他们没有想过,这个遥远的距离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而逐步缩小。 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,他们宁愿停下前行的脚步,宁愿放弃一段感情,宁愿承认自己不够好。 人民日报上有一句话,能拍就拍,能照就照,想炫的一定要去炫, 十年后再好的相机和技术,也拍不出如今这般模样。 大胆地记录生活,你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被值得收藏的。 当我们被人极度时,不要烦恼,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优秀。 时间宝贵,我们不用去关注那些极度我们的人, 我们需要关注的,是奔跑在我们前面的比我们做得更好的人, 然后和他们一起,做更好的自己。 总结,东野归吾在《恶意》一书中说, 恨不知所起,深入骨髓,是最冷的人性。 世界上的人各不相同,人格不同,想法不同,观点不同,选择也不同。 极度是一枚伤人伤己的针,如果不曾宣之于口, 不曾在萌芽状态时消除,那么就会体现在行动上。 当一个人开始有了这四种行为, 无论你们原来的关系有多亲密,你都应该要保持警惕了, 关系越亲近,越是不设防,越有可能受到大的伤害。 如果不想两败俱伤,那么就请开诚不公地谈谈, 或者干脆远离吧。